那他站在这里胡说八道 先倒是非黑白吧 在公司的那些留言是你传的吗 我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没说过 我觉得大家都在说啊 一个说两个说三个说四个五个 两个都在说 这个源头是你说的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然后我看到几个同事在说 其中一个也跟我很好 他当时说就是你说的 我说了是我说的 我承认 你跟小杰的事情 那点事谁不知道啊 你勾引我男朋友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 我什么时候勾引他了 为什么我男朋友上去 你也要去呢 为什么 而且为什么你还拉着他呢 很奇怪的 他那会儿顺利需要 要上厕所就没办法 好 这一次我就当去挑和 为什么第二次 第二次的时候 他还跟我男朋友 有说有笑的什么 他也不交男朋友 这么久以来 我交不交男朋友 跟这有关系吗 那是因为一直 我没有碰到喜欢的人 小杰跟我说 他喜欢我的时候 我还告诉他 我说你跟B先生 好好相处 千万不要 不要装了 那些事情都是 我自己也所见的 所以说我当时 根本都不敢告诉你 我有什么好相信的 你觉得你比我强吗 咱们俩这么好 你认为因为一个男人 值得吗 作为好朋友 你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你觉得我还能原谅你们 我亲眼所见的 况且小杰跟我分手的时候 明确地告诉我 就是因为你 他才跟我分手的 你真的相信 一个男人的话吗 我相信小杰不会骗我的 你为什么那么相信 小杰 而不相信他呢 你们这么多年讨厌他 我认为如果他真的 跟小杰没什么的话 他们产生误会之后 就应该及时跟我解释 但是他没有 我当时他解释了 你会信吗 你会听吗 问我信不信 是我的问题 他说不说是他的问题 他不说我就认为 他心里有鬼 他心里没鬼 他就要给我解释 现在男朋友 已经分开了 你男朋友说的话 你还信吗 信啊 他说当年确实 是我心喜欢的小徐 假如啊 他这样说 你信吗 首先我认为 没有这种路口 我想问问在场的 所有观众朋友 我比他差吗 我的男朋友 会选择他吗 是不是 但是你男朋友 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呢 因为他勾引他 如果说是小杰 跟他表白 那我没话可说 他可以选择 但是如果是他 是勾引的 不是 你回答我们的问题 你认为小杰 为什么伤害了你 又没有跟他在一起 这是为什么 那谁知道呢 偷懒的瓜不甜的 另外我再问一个问题 你和志勇之间 到底是真爱吗 我觉得他应该是 喜欢我的吧 感情的 只知道志勇喜欢你呢 如果没有的话 他为什么跟我约会呢 那不你私自约他的吗 而且志勇是先认识我的 是通过我家里人 给我介绍认识的 认识又怎么样 他有天认识你男朋友吗 咱们俩这么好 我就跟我说好不好的问题 我们早就不好了 志勇如果他真的不喜欢我 他不会跟我去约会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去看电影呢 我也没有找他 他说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说他当时看 我相信这个东西 只有志勇来了我才知道 你是不是为了报复我 而去接近志勇 是吗 你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这句话已经很明白了 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其实通过志勇来展现自己的魅力 形成一种报复 这是有可能 是吧 冰星认为 是小旭的介入 才导致他与前男友关系解体 而在现场 冰星坦诚 因为报复 而接近小旭的相亲对象志勇 此时冰星与小旭都提出 希望冰星的前男友小杰 来到现场 那么小杰会来到现场吗 看看小杰能不能上场 你们谁去开门 要去也是我去啊 你不是都一分手了 凭什么你去 他是我的前男友 凭什么叫他去呢 他有知道吗 你不是认为他 他们两有事吗 那他也算前女友吗 就是不让他去 好 你去吧 要还原事件的真相 得一层一层地拨 从时间的源头开始 一环一环地把它解开 所以我们觉得 小杰可能来到现场 会有利于我们解开真相 那么我接下来问一下 你希望小杰来吗 我希望 因为这件事情 自始至终都是我心里的一根刺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问小杰呢 我问过了 但是他就是说 是他勾引着他 如果小杰今天来了 他说真的就是个误会 我跟小旭之间真的没什么 首先我觉得真的不可能 因为我问过他很多遍 请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他今天在众目睽睽之下 面对着亿万观众说 真的是个误会 我跟小旭之间真的没什么 你会向小旭 陪你道歉吗 我会 好 如果小杰来了之后 他说确实是当年我犯的错 我先 对小旭产生的好感 对他有所接触 你相信吗 信 你信小杰 也会对小旭赔礼道歉 希望你能做到你所承诺的 接下来我们倒数五个数 看看小杰会不会来到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新安建 新安建 有点失望吧 你失望吗 特别希望小杰能来到现场 说清事情真相 那我是不是可以觉得 你们之所以希望小杰来 其实是你们还是希望能做朋友 小杰呢 编导告诉我 他不愿意来到现场 可以跟我们电话连线 听他的声音应该听得出来吧 虽然已经分手了 不会怀疑我们随便 或者说小区随便找个男人 来冒充小杰吧 应该不会这样吧 听得出啊 来我们现场连线 小杰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是小杰吗 是是是 你是 你好 我这是辽宁卫视 完美告白的录制现场 有两个女孩 不知道你是否认识 一个叫小旭 一个叫冰心 这些孩子肯定认识 他们分别跟你是什么关系 你能跟我说一下 冰心是我前任的 然后小旭不是来闺蜜吗 你和小旭之间 到底有什么没有 小旭也喜欢我 当时啊 她是喜欢我 我什么时候说过 我喜欢你啊 小小小的 当时我跟星星在一起的时候 她就老 我当时真的这么说的吗 你不是当时你有时候 让我玩 陪你聊些吗 小杰 咱们现在平心说话 我 我对你真的有什么吗 我说过那句话 真的 你确定 你能排行你的良心说话吗 你能发誓吗 你敢吗 行吧行吧 那别弄了是我去 那时候我喜欢你怎么了 是我追你的 你还试着吗你 你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你大脸说 我那个时候确实是 我跟你在一起 但是我也挺喜欢小旭的 但是我跟你在一起没法 你有病吗你 稍等一下 我问一下小杰 那你刚才为什么要说 小旭先喜欢的你呢 你这不是害了人家女孩子吗 你说清楚 你到底哪一个是真的 我都忘了 说清楚啊 那我问你 既然你先喜欢的小旭 你又跟冰心分了手 你干嘛不跟小旭在一块呢 这个社谱东西已经放开了吗 还能在一起吗 这个东西就没有意思 再说的没意思 就过于这么长时间了好吧 那你倒是来得快也去得快 还有话吧 没话我就挂了好吗 我现在不想说了 我该说的也都说了 我给你心理了好吧 我只最后一句话 我只希望你开始良心 说你说的哪一句道是真的 有的时候世界的真相 就在自己的脸上摔了个耳朵 不可能发生的事 往往前一句还信誓旦旦 后一句 变后会莫及 这事真的发生了 你说你信小杰 你不信任多年的闺蜜 但事实你也听到了 现在在回想你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有哪点不如他 有的时候这个女人的标准 跟男人的标准真不一样 而且跟品德也有关系 确实乍一看 我觉得你更热情火辣 你比小旭更漂亮 但是 我说去凭良心的话 一般男人的审美都会认为 那位适合做老婆 这位适合做 好朋友 好朋友 但是第一眼看上去肯定还是冰心更加惹眼 我觉得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你的高跟鞋 像两把匕首一样 很吸引 但是可能随后就会觉得 这个生活要是这样刀光剑影 其实冰心平时的状态也并非就像今天这样刀光剑影 像今天这样的咄咄逼人 我相信你有你自己的优点 其实上我觉得你们更应该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 珍惜你们彼此的友情 不要平时我可以为闺蜜两肋插刀 一旦有一个男人出现了 我就插闺蜜两刀 你后边不论传播谣言也好 还是说抢他男友也好 这种报复性的行为 我觉得对你们两个人真的都会很受伤 其实说句实在话 今天应该放官鞭炮 今天是好事 对 一个渣男离开了你们俩的生活 这对于你们俩是危险起始 同时让你们更容易看清自己 不是挺好的事 你应该践行你的承诺 要低头是很难的 尤其是像他这种个性的女生 要在寸目睽睽之下 自己扇自己的耳光 是挺难的 我们下的女生 也不太会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